首先是分析你的自己的题目 首先你看到你是有红灯 然后一个就是正常的红灯绿灯 就是逻辑我们都知道的 然后它绿灯时间30秒 环灯时间30秒 那说明红灯时间就是33秒 然后它数字要可以倒计时 然后可以看到 然后把你的这个文件给打开 首先先运行一下效果吧 看一下 那些个都写了 一开始变30开倒计时 一个个倒计时 这个应该你也应该看过的 然后我来跟你讲一下它具体的一个原理 原理其实就是从题目出发去分析 题目需要什么 我们去给什么 首先红绿灯可以发现 它是一个倒计时的一个过程 那倒计时的话 可以看到是有两个计数器 它是可逆计数器 就它可加也可减 如果你想要它的 我们这里倒计时 所以用它的减功能 减功能就是down的down功能 当down功能输出是脉冲的时候 然后它加端口又是高定频的话 它就实现它整个是减法计数的功能 倒计时呢 那就是就是计数器对脉冲进行减法技术 那我们这个减法技术呢 就是我们这里就通过这个可定计数器的减法功能去对555定时器 所构成的一个 555定时器构成多些震荡电路产生的秒脉冲去 然后它的频率是怎么计算呢 频率就是t 等于周期就是p0.7乘上一个21加上22 然后再乘上一个c 这就是它的一个频率 频率是怎么算出来 秒脉冲嘛 那只有一 就一赫兹就是一秒的脉冲 然后可以看到 当整体散电的时候呢 它还没开始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 它两个技术器输出为00 两个输出都是都是0 0就是四个0嘛 二进制就是四个0 那四个0呢 就是它有一个字数端口 LOAD字数端口 字数端口就是它当它字数端口为低电频的时候 它的技术器输出QA到QD 就等于它的那个预字数的输入端ABCD 就是单字数端口LOAD等于低电频的时候 输出等于输入 那我们倒计时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控制它的输入端口 和字数端口控制它的倒计时时间 就比如说我这字数乘2 那这个是不是从2开始倒计时 字数乘1它是从1开始倒计时 所以控制它的字数端跟字数 输入端口就可以控制它的倒计时时间 那字数端是怎么控制呢 就判断它是否全为0 第一是三点的时候为0 第二是倒计时 记数到0的时候 比如说第一一开始 我一开始一三点全是0 那我一字数字数成 我想要全是0 我用雨门判断 所有的雨门 雨门全为0的时候输出为0 那它为0了之后 比如说一开始 字数人是20 那它从20开始倒计时 20倒计时到0 0又变成低点名 它又字数 然后我控制下一个字数的输入为1 那它是不是从1开始倒计时 所以是这样实现的 然后 字数的输入端怎么控制呢 我们看到红绿灯 两个方向黄灯一共四个状态 其中是东西的绿灯跟黄灯 还有南北的绿灯混黄灯 红灯可以通过绿灯跟黄灯的时间之和去判断 所以只要判断绿灯跟黄灯 所以我们判断它的绿灯黄灯 那两个方向各有绿灯黄灯 所以有四个状态在 四个状态 我们用四个用计数器去计数 计数器 一个四进的计数器 就是0到3 一共有四个数 0 1 2 3 那是正好四个状态 所以它的这个 字数端口又接到它的 计数器的卖冲端 在卖这个计数器去计数 就是它什么时候为0 它0的状态就是它 它那个所需要的状态 一共有四个0的状态 就是东西的黄灯 东西的 东西的绿灯 东西的黄灯 南北的黄灯 南北的绿灯 所以一共有四个状态 然后这四个状态 它从0开始计数 0到3 那70L138是一个一码器 就是它输入为全为0的时候 就Y0输出为0 其他都为高点平 其他的Y1到70高点平 那输入是 就是输入是2的时候呢 它Y 输入1的时候 Y1是0 那一次类推四个状态 那四个口 分别是Y0 Y1Y2Y3 分别会到时会变成0 那只要控制这 以这四个0为标志 去控制他的自数端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为什么是A和B 是A是最低位 那我们你这个是30 30就是A和B 就是30就是从B是最高位 那30就是3 此位是输出3 3是1 1 3是0 0 1 1 那我只要在 只要在 黄灯 就是四个基础 0 四个状态 0到3 0应该是黄灯的状态 这个是0吗 然后 这是 Y0就是东西 比如假设Y0是东西的黄灯 然后Y1是东西的 Y0是东西的绿灯 Y1是东西的黄灯 Y2就是南北的绿灯 南北的黄灯 所以这两个都是南北的东西 东西跟南北的绿灯 你这个是30吗 30 绿灯都是30秒 所以这两个都是要变成30 所以这个用于飞 有0就输出为1 那这两个都会到时都为1 那它会自数成 AB都会自数成 30 AB就自数成1 那AB都为1 就自数为3 那这里的全为0的话就30 那另外一个都 黄灯时间的三秒钟呢 也是AB为1 AB为1 就是这个两个状态是它黄灯的时候的状态 那月1 这样实现的 然后就是 时间 灯的控制 灯的控制也很简单 我刚才说的Y0是 是黄 是 Y0就是 东西的 东西的绿灯嘛 那Y0过来就是东西的绿灯 然后Y2就是 一次内推嘛 那那红灯黄灯该都区分好了 那黄 红灯的话就是两个 两个都是嘛 对方的 对方的绿灯黄灯时间 就是它的红灯时间 所以这样判断